1994年6月我下班后热气地开车回家观看我国代表队参加世界杯足球赛的电视转播 刚启程没多久我就远远看到人行道上有位伸张男士快速地滚动轮椅前进上面装着巴西国旗 我历时知道他也正赶着回家看球赛在彼此交错的那一刹那我们四目交接 我当时深切感受到与他合一 我们的方向不同互不相识社交及体能状况也有明显的差异 但在那一刻对足球的热情和对祖国的爱竟使我们有合一的感受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可以看到那双眼睛感受到他和他之间的强烈连结 毕竟那年我们赢了世界杯 在这教会里虽然我们有所差异 主却期望我们合一 他在教义和圣约中说 要合一 你们若不合一就不是我的 我们走进教堂或圣殿 和大家一起崇拜时 应当抛下你我之间的差异包括种族社会地位 政治倾向 学业和专业上的成就 而专注在我们共同的灵性目标上 我们一起唱圣诗 在圣参时沉思相同的圣约 在演讲课程和祈祷同一时说 阿门 代表我们都同一所分享的事物 我们一起做这些事情时 有助于在会众中营造出强烈的合一感受 然而真正决定是否能增强或摧毁我们合一的关键 是我们与教会其他成员分开后所表现的行为 我们都知道无可避免的 我们终究会谈论彼此 这是很正常的 我们在讨论彼此时 所选择说的话 若不是像阿尔玛在摩尔门水流边教导的那样 会让我们的心在合一中交织在一起 就是会逐渐腐蚀我们之间应当有的爱心 信任和善意 有些评论会悄悄地破坏合一 例如这句 没错 他是个好主教 但是你真该看看他年轻时的样子 换个比较有建设性的说法 可以说 这位主教人非常好 而且这些年来越发成熟有智慧 我们常常把人贴上固定的标签 说这样的话 我们的辞助会会长是个老古板 他好固执 相较之下 我们可以说 这位辞助会会长最近做事比较没有弹性 也许他遇到了什么困难 让我们来帮助制止他 弟兄姐妹们 我们没有权利将任何人 尤其是我们教会的人 描述成无可救药的坏胚子 反而我们针对同胞所说的话 应当反映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 也相信我们永远都可以在他里面 透过他而变得更好 有些人会为了一些小事 开始批评教会领袖及成员 造成分化 有位名叫西门雷德的人 就是这种情形 他在1831年加入教会 在读到有关他的一项启示后 他看见自己的姓氏的一个英文字母拼错了 把Y拼成了I 他对此事感到不解 他对这事的反应使他开始质疑先知 最后导致迫害约瑟先知和离开教会 我们每个人多半都会受到 圣职领袖的一些纠正 而那将会考验我们与他们合一的程度 记得44年前我们家庭参加教会聚会的教堂 及家进行大规模的整修 开始整修之前 区域和当地领袖聚在一起开会 讨论成员要如何参与这项工作 我的父亲先前曾经主领该单位许多年 他强烈主张 这项工作应该交由承包商来做 不应该交易交给业余人士 但他的主张被驳回了 而且我们还听到他在会议中 公然受到严厉指责 他向来对教会尽心尽力 又是欧洲二次大战的退役军人 过去常常为坚守信念而奋战 或许有人感到好奇 经过这次事件 他会作何反应呢 他会坚持己见继续反对 已经做成的决议吗 我们曾经看过智慧里 有些家庭对福音的信心减弱了 不再参加聚会 因为他们无法与领导的人合一 我们也曾经目睹 自己在初级会的许多朋友 在青少年时期没有继续保持忠信 因为他们的父母一直挑剔教会里的人 然而我的父亲决心要与圣徒保持合一 几天后 当智慧成员聚集起来要协助整建时 他邀请我们全家跟他到教堂 提供任何需要的服务协助 我原本想问他 爸 既然你反对交给成员来做整建工作 为什么我们还要来帮忙呢 但是因为我想顺利地参加重新奉献典礼 所以我幸好那时我决定保持沉默 直接跟他去教堂帮忙 我父亲并没有看到教堂落成 因为他在完工前过世了 但我们一家仍继续参与协助 直到完工 这么做使我们能与父亲合一 与教会成员 及礼袖合一 最重要的是也与主合一 耶稣在科西玛尼园里 承受极大的苦楚之前 曾为他的使徒和所有圣徒 向天父祷告说 他们都合而为一 正如你 父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 弟兄姐妹们 我建议正正 我们若下定决心 要与教会成员及领袖合一 不只在相聚的时刻 尤其在分开时更是如此 我们就会感受到自己 与天父和救主更完全地合一 奉耶稣基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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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